日本女性更疯狂 在这场战争中,日本可以说是不遗余力,疯狂到了极点,在他们所到之处,更是大肆屠杀以及抢夺资源,而对日本这样的行为,自然是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。 我国作为日本的邻国,而且地大物博,自然就是日本的侵略目标,而且在当时,我国的军事力量也是十分的薄弱的,这就更加助长日本想要侵略我国的野心。 试问,一个拥有着众多资源,并且军事力量十分弱小的国家,谁不想来咬上一口。 而在当时,那些日本士兵在我国土地上,每攻占一处地方都要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更有甚者,将我国的无辜百姓作为取了的对象,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多了,辅不胜输。 在最后的时候,日本也是尝到了败国,因为他们疯狂的扩张,导致了国内的资源,根本跟不上战争的消耗,最终无条件投降。 在战后,那些参战的日本士兵,自然是受到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,而日本之所以投降,是与美国所投放的原子弹,也是有着很大关系的。 毕竟美国的那两颗原子弹,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让日本人心惶惶,再也没有了心思去打仗。 不过对于美国投放原子弹,国际上对此的意见,也是褒贬不一的。 有人认为完全没必要这么做,毕竟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,也是造成了很多无辜百姓的惨死。 战争是那些军国主义思想者所发动的,跟这些无辜百姓是没有关系的。 但其实如果大家只是这么想的话,那就完全错了。 要知道,日本当时作为一个岛国,如果只是一部分人想要对外侵略的话,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支撑那么长的时间。 在当时,日本是极为疯狂的。 说是全民参战也不为何,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人是不想战争的。 其他的所有人,包括一些女性,都是黄热的军国主义者。 而那些女性所做出的事,比起那些日本男人,来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首先,在战争前夕,就有着日本士兵是不愿意去打仗的,可是为了能够让这些士兵走上战场,他们的妻子竟然选择自杀,以他们的死亡来刺激丈夫,从而让丈夫能够在战场上踊跃杀敌。 这不是个例,而是有着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发生。 再就是日本的慰安妇了,可以说,在当时的日本,是有着很多慰安妇的,这些慰安妇有些是强势征兆的,更有甚者是自愿的,他们自愿为国家牺牲,走上战场为那些男性士兵服务,为了能够帮士兵舒缓加力,他们自愿现身, 这可以说是极度疯狂的事情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